秦潇贤跟杨超越都参加的综艺叫开播《情景喜剧》 这是一档由东方卫视跟其他公司联合打造的《情景喜剧》IP化真人秀 该节目由百克力担任主持人 英达、李晨如、高雅玲以及沙益担任首席顾问团 秦潇贤跟杨超越一同出现在开播《情景喜剧》这个综艺舞台上 是在第六期的时候 他们这个组合演绎的《情景喜剧》名字叫《加油姐妹》 其主要讲述的是关于刚刚大学毕业的方家小女儿方向 在面临中年危机的姐姐方红跟退休后陷入迷茫的父亲方明之间的家庭故事展开的 至于在这次的舞台上 杨超越饰演的女儿方向在范明治眼的老爸逼着谈恋爱的情况下 直接让助阵的嘉宾秦潇贤来担当了对象这一角色 在一系列的互会下 直接导致范明认为秦潇贤是在跟杨超越谈对象 无论是杨超越还是秦潇贤 都是这几年比较火的青年演员 作为女团出道的杨超越 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跳舞跟唱歌的能力 最开始完全是靠自己的印记走红的 只不过当杨超越走红后清楚自己的定位 一直在不断努力跟学习当中 至于秦潇贤原本只是一个相声演员 有一个笑声独特的女孩经常去看她的小剧场 每次都呃呃呃的笑 因此被大家称为儿姐 等到他们这样独特的关系突现后 引起不少人的好奇 很快就吼遍了网络 秦潇贤本人也因此活起来了 她后来又因为经常迟到扣钱 经常被师兄弟当成包袱在台上说 自然变得越来越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